哈喽,我是Kai 欢迎回来Minecraft临终生活再生 第24集 今天一开始我们做回 就是这个 前面这个柳树 我们将它 补成一排吧 因为现在的树都 除了这一棵之外 其他都长到差不多了 我尽量就是 只补一片啦 就是不会说 再加多第二格 然后现在的话 旁边可能也是会 就是 这里也是要补到镜头为止啦 而不是说只是前面这一面 可能补了这里再看如何 我们现在下去看一看吧 先从这边 冲下去 会死吗 好的 就是这样 暂时来说还是可以的 可能是要再补多一点吧 又或者是补到完 才可以知道 就是完整的给人的感觉是如何 我们需要更多 这个柳木的树叶啊 因为刚才那些已经用完了 认为是应该是需要百多个以上吧 不小心放了这个枫叶 其实如果这边 就是这一片东西 有其他颜色也是挺不错的 刚刚呢我就用了股粉来就是 让最后一棵树成长起来 再尝试了第二次 我们成功了 大致上呢是完成了 对我来说是可以接受啦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将那个叫什么了啊 曼藤啊 这个 这个flowering wine 我们会将这些东西 摆设在接下来这些树上面 首先呢我觉得先将原本这个弄掉吧 为何要弄掉呢 是因为它现在是 会挡着这一条道路 我是想将它弄在旁边啊 这一边的旁边会更好看 来做一个试验吧 因为我也不知道 就是将它移过来 会不会是一个好的选择 像我这样放了叻 放一个下去它会有两面 会有两面这样生下来咯 在我们第二排呢 我会放另外一种颜色 这个是紫色 这里的话我觉得随性一点 是没关系啦 因为我们第二排这里 没有道路的 在第三排呢 这里也是有通 就是有道路了 所以我们要就是跟着这个道路来放 首先这边是我会放这个红色的 我现在呢要出去短暂的旅途 就是看看附近有什么植物啊 跟那个曼藤啊 从这里你看 我们可以看到前面也是会有啦 走过去吧 哦 这个是绿色的 好诶 拿一点点 有些植物呢 我也不知道之前有没有收集过啦 像这个Balm Lily 来拿一拿看 红色的 哦 原来这个是红色 这样一定要诶 这种Divit Town 叫什么 恶魔的石头吗 其实它也是红色来的 呀 这里又有另外一种啦 这个是真正的绿色 刚才那个勒 它比较也是好像青色这样的 我们拿一拿吧 orange 橙色的好像没有拿过 来吧 哦呦 我没有看过耶 这种 野生的 那个叫什么 萝卜啊 哦 感觉它好像那种 容作物来的 容猪果 容猪果的话 我应该没有拿过 哇 这些植物 好像 开始就是 因为我拿到的东西 有一点不同了 像这些会写 就是有食物 成长阶段有五嘛 它的意思是 难道是可以吃 不能我 为了他会是说是食物呢 可能它的意思是 可以拿到 你看 它另外会有这个煤啊 这个东西可能可以吃啊 我们来看一下 确实是可以吃的 你看 哈哈 哦 有特别的咧 这个 这个叫日本的曼腾 哦 哦 这里有另外一样东西 是可以打的吗 来试看 啊 也是可以 走了一趟 我们就收集了 八个 这个 八个新的 其实已经足够 就是让我们去放在这一边 现在呢 两边都放完了 就是 每两个就是 你可以看到这里跟这里 其实是不同的 这个是黄色 这里是橙色 再上来这里是紫色 这边是蓝色 这边的话是红色 然后这一个是 我是用另外一种啦 这个 红 红这样的它也是 不过是 是在柳树那边发现的咯 最前面呢 就是一个是绿色 另外一个是 沙一样也是好像绿色这样的 那接下来下一步呢 我就是会将这一边 继续的种不同的树 这棵 红木树勒 我是觉得要砍掉 重新的就是在种过其他的东西 我很好奇到底要 砍多少次 才可以完全清除这棵树 哦 哦 哦 只有一点了 上面还有很多一下 yes 经过两次就可以 就是 将全部都砍完下来了 首先我们种一种 这个叫Hercule的 它是古树来的 其实 出来就是这个以前 我们曾经找过的树啦 接下来呢 我觉得是可以种一种 就是Minecraft原本的树 像是这个Sploss 跟Archakia 然后 这里的排列 会跟 这两棵大树一样吧 就是 它的空格是一样 我们放在这一边 哦 其实这些就是 表面上的草呢 我们是可以一直复制 就是 打 打它是有可能拿两个 啊 现在我呢 就是一直在重复做这个动作 哈哈 就是要复制 一直复制这个植物 我们成功的复制完第一排啦 你看到这里 全部都是这个 亮亮的那个草 第二排这里会用不同的啦 在我地下仓库呢 我就找到这个Pants Powercraft 这个叫什么 应该也是 卖来的 这个东西我应该是没有种过 我们来试试看啊 先将它 呃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直接放下去吧 就放了 关于这种新的农作物啊 就是什么黄色的煤啊 这种另外一种模组的植物 其实它是可以随意的种 它不用说 你要就是 更甜了才可以种 所以我不知道要不要种在这里啦 暂时先放在这里 哦 哦 原来这个野生的也可以放的哦 哈哈 西瓜 在刚才的旅途是我第一次拿到的 我觉得可以种一种 好小啊 这棵树 这个叫Splash 我觉得要再种过 上一次我们这个道路呢 就做到这里 我觉得现在是可以连接过去吧 这棵树比想象的就是宽啊 它的那个面积 我觉得要再种 种大 种远一点 你看 它已经黏住这棵树跟那个樱花 哎呀 它竟然破坏了我这棵树了 顶它 我试看就是重新种过这个樱花树 或许重新种过 会更好看吧 原来不止这些就是 这些小草啊 这些植物呢 虽然说它会成长 其实我们不用等待它成长 也可以复制到的 这样的话就很简单了 这样我的 就是我的工作比较快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现在呢 我是在量着第三排的树 应该是第四排 这里哦 这里我还没做道路啦 不过就是种了先 看看它的那个面积有多大 不懂大家还记得这棵树吗 也就是好像棕油树这样的 其实它的确是不能大的这样 我们必须在它个壁就是放一点水才可以 水就填满啦 希望它就是能顺利的搭出来啦 网上的景点 啊 其实我不知道 树上面能不能就是放一点灯 像我们这里 你可以看到 有很大的不同的 好吧 我觉得今天先到这里 目前这里的树是要慢慢的等 只有一棵就是可以看到它的外形是这样的 来总结一下今天做的事情吧 首先就是这个柳树之刀 我不懂要不要这样称呼啦 然后 中间这里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它已经补满了所有的东西 然后每一棵树旁边也是有这些植物咯 这样一直走前去一直都可以看到不同的植物 其实我是算是很有细节的去做 尤其是它们的颜色 虽然全部都是青色 可是就是有一浅一深这样啦 就好像里面是深的 外面是另外一种比较浅的 那曼藤呢它比较慢啊 就是它成长比较慢 不过现在的话也看到很多都出来了 旁边这些空的地方 我不懂要不要就是还要以那些植物来覆盖它 像这里的话我就用了一种很很矮的植物 你看这种它有点像草这样啦 这个就要看情况了 因为我是怕放太多会太过的杂 其实现在是上面你这样看呢 会觉得有点凌乱啊 因为这些是很难去弄到整整齐齐 不过下面就很整齐啦 然后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上面这个叻 如果你在上面走的时候是觉得好像就是草地这样 以后如果做了第三层是可以连接了 连接起来从上面这样走走到前面 OK 好的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欢迎你按个赞 你也可以订阅频道 继续追踪最新的影片 谢谢就是各位的收看啦 因为这个系列算是非常的非主流啦 因为我都是做一些非主流的事情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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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